看到这个民调还蛮欣慰的 台湾的公民社会对于宪法精神 是相对的理解 支持 捍卫的 反而是国众两党的委员一直视宪法于无误 所以这个民调很清楚的看到 国人对于宪法法庭 对于大法官的尊重 对于宪法法庭的专业 给予绝对的一个尊重跟支持 所以政治力不要来干扰宪法法庭的审理 也不要对大法官无礼不敬 这个很显然啊 在野党的朋友啊 在野党对宪法 对于宪法法庭 对于大法官的认知啊 这个真的是落后于民众太多太多 宪法是国家的基本大法 任何的一个法令到底有没有违背宪法 或者命令有没有违背宪法 到最后啊 当然就是大法官 就是宪法法庭来做最后的一个裁决啊 大法官 宪法法庭 他们来捍卫守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的这一部宪法 那其实是再适合不过 任何国家 任何民主国家都是如此啊 所以啊 这个在野党的朋友啊 这个宪法的支持啊 真的要加油了